党政焦点来关心 2020大选政党票竞争逐渐白热化 内政部署长陈宗燕之前喊出 票投小党是浪费 让新党早上气得提高 违反行政中立 加上先前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要支持小党的人大意灭亲 票投民进党 台北署长柯文哲直接点出 绿营是总统大选胜券在握 瞄准立法院席次 更大呛民进党执政就是做不好 把矛头继续对决 总统国秘书长陈菊 在高雄市长院内的举债议题 而柯P甚至还跟总统蔡英文隔空交火 国语转台语从英变成真玉竹 柯文哲酸总统蔡英文 双方针对前高雄市长陈菊 举债三千亿隔空交火 菊姐执政的十二年的期间 大家都有目共睹 所以一再次在这些事情上打转 我是觉得没什么特别的意义 去年在高雄选举会输成这个样子 还是要诚实的面对问题 我不喜欢民进党这种当铜鸟的战术 民进党前中国事务部副主任张宇韶 脸书在进攻 说韩国瑜的烂掩盖柯文哲的恶 有种邪恶叫做超越蓝绿或假装置身事外 日前在京德踩鼓吹支持小党的人大意灭清票投民进党内政部次长 陈宗燕罕见发言也说政党票票投小党是浪费 柯P炮火也被解读为了绿营争抢政党票攻势 打成局以功戴手 新党部分区立委候选人邱毅更直接按铃提告 陈宗燕违反行政中立 选战毕竟倒数先开启民进党和第三实力小党之战 介绍我讲林佳龙 台湾报道